肖亚轩 柯震东这对相差12岁的姐弟恋最近是频传分手 先是爆出柯震东恋上富家女程颖杰 最近又传出柯震东和新婚同游日本 亚东恋真的已成往事吗 昨天新闻当事人肖亚轩公开亮相了 这招机会记者准备了一连串的问题 肖亚轩当晚现身成都为某品牌时尚活动做嘉宾 开上去整个人状态不错 可一旦媒体提问带上柯震东三次 Elva的表情立马发生变化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难道跟最近外界盛传的柯震东 跟新婚陈英杰同游日本有关 回答这个问题时 肖亚轩思考片段后淡定作答 还露出了一丝笑容 嘿嘿 怎么说难道是肖亚轩 柯震东依旧爱得火热随时保持联络咯 可是柯震东和传闻中的新婚陈英杰之间 互动也未免太多了吧 实在让外人无法不多想 这次两人传出同游日本就是因为微博互动 马好 英克震东在微博上传了一张 在海贼王店流影的照片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正在心细的大海里奋斗 眼前的网友立马发现 陈英杰在前一天 也就是7号同样发了一组 在日本海贼王店的组图 两人流影的是同一个背景 日期仅仅相差了一天 如果说是巧合呢 未免也太巧了吧 此前两人关于海贼王的互动不止一次 还互相赠送相关礼物 5月底 柯震东被拍到在玩具店 买海贼王公仔 陈英杰6月初 在微博上秀出类似的海贼王礼物 而6月18号是柯震东22岁的生日 陈英杰为其庆身 送上了海贼王图案的方巾 为此柯震东还在微博上 放两人的合照 公开致谢 两人绯闻传得火热 多次互动还被网友发现 正派女友艾瓦怎么会不介意 眼下柯震东主演的《小时代2》上映了 艾瓦会给面子去捧场吗 希望他们大家都加油 然后当然就是有机会一定会捧场 那相信成绩一定很好 没时间看电影 七夕节总得一起过吧 你说呢艾瓦 大家都在忙吧 虽然力挺柯震东 没和陈英杰同游日本 但对于其他相关的问题 艾瓦始终不肯正面回答 如此看来 这段姐弟恋还是前途堪忧啊 坑震东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绯闻女友陈英杰是个附加女 小雅轩你可要关注你的小男友啊 听得再现成都采访报道